中兴社北京10月12日电综合消息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11日向该国的分裂势力发出严厉警告 他指出一旦确定加泰罗尼亚正式单方面宣布独立 中央政府就将接管自治区的权利 拉霍伊当天在召开政府紧急会议后对外宣读有关声明 表明上述立场 西班牙各界以及国际舆论均对此高度关注 拉霍伊表示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一格德蒙特 应在本月16日前明确告知中央政府加泰罗尼亚是否宣布独立 他说这将决定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 拉霍伊指出如果普一格德蒙特在16日宣布独立 他将会有三天的修改时间即到19日宣布放弃独立 否则西班牙政府将动用宪法155条接管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权利 西班牙世界报等媒体报道 西班牙中央政府已经就有关声明形成书面文件 并有拉霍伊签发 报道称普一格德蒙特于11日下午收到该文件 普一格德蒙特在10日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全会上请求战唤宣布独立 以便留出几周时间与中央政府对话 西班牙中央政府称相关表态不可接受 法新社等媒体的报道称 拉霍伊的有关立场目前获得了西班牙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等主要政党的支持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本月 一日举行独立公投 西班牙中央政府拒绝承认公投有效 西班牙宪法法院此前也已裁定公投非法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位于西班牙东北部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区之一 由于公投带来的不确定性 一些企业已经表示计划将总部签出加泰罗尼亚湾 责任编辑张迪